穿着蓝色上衣的男子手刀往前冲 拦下一名旅客并且不停向他说话 原来他是远警 沿路尾随一名大陆籍窃贼 发现旅客钱包被偷 赶紧上前告知他 而这名身穿灰色上衣 背着鞋背包的男子 就是在九份行窃的大陆籍嫌犯 早在老街来回好几遍 鬼鬼祟祟锁定目标后 不时向前张望 原本想偷取前方背着黑包的男子 不过对方却激紧的将包包关上 为什么专门来台湾偷啊 好爽好想为什么要一直偷 不过警方在搜索这名大陆籍嫌犯的手机时 却发现里面路有大量的茶器窃盗新闻报道 悬问后才发现原来是想搜集情报 跨海转发给同伙 我们的现金支付也比较 使用比较频率的比较高 所以他只要一个刑界一个目的 没想到蔡政府简化签证 开放许多国家免签来台 现在却沦为国际窃贼的下手目标 特别是观光客经常出没的士林夜市 故宫博物院台北101等地 经常传出爬械事件 除了锁定钱财 还会盗刷高价3C产品变卖 让被害者损失惨重 像在105年5月台北市就抓到了26名 今年至今则是已逮捕了23人 而他们之所以如此大胆都是因为被捕后 警被限制住居而滞留在台的空窗期就会再次犯案 现在移民署防止大陆爬窃集团钻漏洞 拒绝有钱科的人进入台湾 也防止可疑人士出入境 别让治安良好的观光环境遭猖獗爬手破坏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